端午节到底是安康还是快乐 古人为什么选择在五月初五这天过节 答案都在今天的视频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 到底是端午安康还是快乐 其实现代人爱咋说咋说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可没有古人说过端午不能快乐只能安康 恰恰相反 古人提到端午节 很多都是端午佳节现序同欢 可没有人说端午安康 之所以会传出来端午只能安康不能快乐 大约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国古代有些地方把农历五月视为毒月 因为在五月份 蛇蝎子蜈蚣蝉蝠壁虎这五毒都出来了 又因为气候原因人特别容易生病 所以古人觉得农历五月有毒 就把它称为毒月或者恶月 到现在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的 觉得端午在毒月又处于九毒日之首 所以在这一天不能说快乐只能说安康 这个原因有点牵强 因为虽然我国古代有些地方把五月看作毒月 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好日子 不能快乐 苏氏就写过 虎福禅壁 佳节又端午 就是说端午佳节 还有敦煌文献端午相迎书里也写了 喜逢佳节 端午良辰 献旭同欢 在端午佳节咱们一同欢乐 传说端午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的第二个原因 是觉得端午节是纪念像屈原 吴子虚 曹娥 这些历史人物的日子 屈原和曹娥是投水而死 吴子虚是尸体被扔进了千堂江 在纪念他们的日子里说快乐不合适 可话说回来 端午节一开始跟纪念历史人物没关系 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增加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涵 端午节的形成跟甘之历法 天象崇拜原始信仰祭祀文化有关系 我在23年6月21号的视频里解释过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从甲骨文的角度去思考 人们为什么选择在五月初五这天过节 在甲骨文里 五是这么写的 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 最初的五就是指五行 所以你看古人写五是上下两个横中间有个交叉 意味着天地与万物交汇 也正是在端午时节 天地之间万物蓬勃生长 一片生机盎然 所以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对于古人来说 既有文化内涵又带着大自然的生机 这一点与天象崇拜原始信仰 祭祀文化甘之历法综合在一起 促使五月五日成为了端午节 总而言之端午这一天 愿意说快乐就快乐 愿意说安康就安康 但不要说人家快乐是错的 最后又是一年端午节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度过一个 扫除身心疲惫 酣畅淋漓的假期 听历史古文就操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 前面